3月3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关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前,会见传媒是指出,特区政府将于4日和5日安排首批四架包机前往武汉市,接载533名香港居民返港。 香港特区政府正是其内地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和入境处处长曾国卫将会带队前往武汉,也会有医护人员随行。 这533位的香港市民,包括440位现在身处在武汉市的居民,另外93位在武汉市以外的其他的湖北省的地方。 而在武汉市以外的地区,我们主要集中就是希望透过一些比较紧急的个案,能够第一时间来接他们回来,乘坐首批的包机。 那么当中是有三类人士的,第一是孕妇,第二是有一些病患,需要回来接受治疗或者手术的。 第三是一些需要回来考DSE,应该是文庚市的毕业生。 所以93位里面,在10个城市都是属于这三个类别的。 聂德选指出,为降低公共卫生风险,当地政府有关部门也在和这批港人所居住的社区进行联络。 了解相关人员的健康状况,在离开社区前,抵达机场时,过关以及登机之前,香港居民要经历四次体温测试。 在飞机上也会有特别的座位安排,减低交叉感染的风险。 我们会清楚地将有关的安排和保护装备都是处理妥当的。 到下机之前的时候,也会再量度体温,然后在到达香港国际机场之后, 会马上乘坐这个专车,直接去到检疫中心进行检疫十四天。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